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Vlogmas Day 2 哈喽 大家早上好 大家看我背后的风景 现在我们要去游泳游泳池 在这个酒店的16层 然后这个游泳游泳池 非常的特别是 它有一半下面 可以看到下面的那个风景 就是有一半是玻璃吧 它的那个游泳池的那个底部 游泳完就再去吃早饭 哇 这边是这个游泳池 哇 这风好大呀 哇 因为这个上面没有屋顶 我的天哪 有点冷哦 我们进去游泳 在这边没什么呢 哇 哇 哇 嘶 好 Corey 在这边 我们到最后的游泳 吧 我们到最后的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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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如 我们到最后的游泳 我们到最后的游泳 这就是什么游泳 超级好 就是芬兰在秋天 现在进入冬天了 其实很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 然后接着星期六 星期天和今天天气都很好 所以说心情也特别好 我现在化妆 我现在要用一个这个 这个是 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叫做 这个胶蓝的 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 很滋润 然后它是和精华和乳液是混在一起的 妆天乳 我去用的这个 之前买了一罐 然后用完了 然后我之后我就换成了那个 胶蓝的另外一款 就是它有黄金的那个 金箔的那个 但金箔的那个 我觉得它的本身的质地是比较稀 然后它虽然说感觉要润一些 但是用的非常的快 但是这个呢 它的质地是比较乳状的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还挺好的 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这一款一点 所以我后来回购的时候 我就又买了一罐这个 粉底我用的是这个 这个是我之前在收到这个完美日记的时候 我当时给大家推过一次 之后呢我自己就一直是在用的这一款 就是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从那之后 我就是一直化妆的时候我都用的这个 因为我的皮肤是属于混油皮 就是说我在梯子区域比较油 但是我的脸颊比如说像这个地方都比较干 特别是在冬天 然后我之前用了一些其他的粉底液 特别是在涂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它太干的话 它就会很很很干 它就不服贴 然后这个呢 它应该我记得 它单说是它还有84%以上的那种保湿精华 所以说我感觉我在画的时候 特别是我的这个眼部底下 其实我属于比较干的那种皮肤 就是我在画的时候 它都很水润很服贴 而且像上妆一天的话 它也不会拔干 妆效呢也很自然 我个人是很喜欢 我感觉妆容还挺自然 大家看怎么样 下面要上我最爱的蜜粉 第一个妆 Fenty Beauty的这一罐 我之前在我的视频里面 应该做其他妆容的时候 应该也用过 妆容之后呢 它的整个妆容会出现那种比较雾面 但是它又一点点 它其实里面会有一点点的那种闪粉 妆效是挺自然的 那种很喜欢 就是每次这个粉飘得到处都是 最近眼妆被询问的询问度 其实还挺高的 就是我最近出了几个视频 然后好几个小伙伴在下面留言 就说我是有没有学什么新的化妆技巧 那些会有人说我的眼妆化挺好看的 其实我最近一直都是在用的 我用的应该我使用度非常高的一个眼影盘 而且我每次出来 比如说我像我今天在酒店啊 或者我去去旅游啊 我一般都是带这个 而且我这个已经用的很旧了 都已经 看这封面都已经被我磨成这样了 就它是ZOEVA的这个巧克力盘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旅行妆 因为很小嘛 但唯一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镜子 所以说像一般你化妆的时候 你还需要重新拿一个镜子 这个盘里面我用的最多的就是 这两个颜色 还有这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 我觉得就这三个颜色 就可以画一个非常漂亮的妆 而且它特别的傻瓜 就是这个颜色涂整个眼睛 这个颜色 然后在眼尾部分稍微加深一些 然后就是会造成那种 比较深邃的眼睛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那种非常细 非常绵密 然后非常服贴的那种亮粉 然后这个图在眼睛的这个中间部位 然后再加一点点 一点点的 比如说其他盘里面 你比较喜欢那种高光 然后可以在前面点个高光 就这里面没有那种特别亮 特别闪的高光嘛 但是反正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盘 我一般现在就是基本上 出门想要画一个那种不动脑子 就很容易画的那种 很简单 但是又挺好看 挺日常的那种眼影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盘 刚才的那个三个颜色 我觉得非常的简单 真的 然后我要加一个就是 我最近也是上次给大家推了之后 就是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 国家地理的这个眼影盘 然后我当时说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颜色嘛 然后从那之后 我现在每次要上这个眼影前面的这个高光 我都会用这个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上眼线和睫毛膏 两个都是用的Kiss Me的 Kiss Me的眼线笔和Kiss Me的第三代的睫毛膏 感觉画了那个眼线笔和睫毛之后 然后整个眼尖的效果也会不一样 我还有什么没画 我还有眉毛 对 眉毛还没有画 我眉毛都被遮着了都 所以说经常自己都会忘记 把眉毛画了 接下来 眉毛用的是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眉笔 三红用的是这个Kiley Cosmetics 然后颜色是X-rated 它是有一点桃红色的那种颜色 个人感觉还挺自然的 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桃红色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艳 或者说是特别明显吧 就看上去还挺自然的 之前包子哥去美国的时候 他当时给我带的Fenty Beauty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修容棒 然后颜色是Ember 这颜色我觉得画鼻影 其实还挺好的 挺自然的看上去 还是用这个吧 今天是出来的时候没有带几只口红 就用我这个Tom Ford这个 颜色是16号 就是一个挺好看的那种烂番茄色 我觉得还挺适合 薄涂的话就是挺日常的 然后厚涂的话就是还挺正式的 就是挺多变吧 就是挺实用的一个颜色我觉得 画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个光 好亮哦 我的妈呀 对着这边 你看就还好一些 看就是这个妆效 我觉得这个粉底液的妆效 其实还挺自然的 就是它不会那种特别假面的感觉吧 就很服贴 然后很自然 今天的这个眼妆也是 我最近一直都在画的 而且基本上是不怎么需要动脑子的一个眼妆 就如果你觉得喜欢的话 可以买那盘来试一试 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傻瓜的一个眼妆 其实然后但是出来的效果其实还不错 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早上10点过了 现在然后我们收拾一下东西 一会儿可能要准备回家了就 那之后我要把昨天的片子给剪出来 因为昨天晚上不是我的那个USB没有办法把那个视频 倒在包子哥的那个电脑里面嘛 所以说我昨天Vlogmas 一其实还没有剪 但我希望今天能够上线 所以说我先把那个片子剪出来 然后之后再剪今天的这个片子 然后我们一会儿就要准备回家了 我很想小包子 我觉得离开他一天两天吧 一天的样子不到一天其实差不多 对但是都已经很想他 我昨晚上还在看我手机里面的照片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小包子 我们一会儿回家就可以看到他了 好,我一会儿见 Oh my god 你看我看到小包子了耶 小包子我包包在外面散步呢 包包~~ 哎呀,宝宝 我们好想 谢谢妈妈 我们回家 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乖乖 对啊,我们把宝宝放在车枕上 好惊喜哦 我们现在回家路上看到宝宝了 妈妈好想你啊 你想问妈妈 我看了给爷爷木瓜 对,爷爷要上来的 对 让爷爷要买奶鲤 对,让爷爷上来 以爷爷要摇上来的 乖乖 对,弟弟在BB上 correlation 妈妈好想你哦乖乖 妈妈好想你哦 那要去上班唠是不是 那你给爸爸说拜拜 拜拜 拜拜 这是姜饼吗 这是姜饼 这是姜饼吗 这是姜饼 这是小妈妈了吗 嗯 小妈 那你亲去妈妈 嗯 乖乖 妈妈明天把你带上好不好 你跟弟弟跟妈妈一起出去玩 好不好 嗯 给大家说早上好 好 大家有想小包子吗 嗯 这是太阳 你说太阳 太阳 海 海 海什么 海 海豚 海豚 嗯 对这个是什么呀 OK 这是海龟 在海 海龟 海里面的叫海龟 嗯 那个是比古米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 大人公 大人公比较比古米 对这个上面有比古米 这个是什么 什么 什么 对 那个什么 这是兔兔 那个什么 是不是小兔 小白兔乖乖 那个什么 这是海鸥 那个什么 这个是鱼 什么鱼 你必须说 鱼必美呀 对它在海里面 所以说黑黑的 是不是 嗯 嗯 那个什么 这是水母 这个是什么 刚刚妈妈跟你讲过 这个叫什么 在海里面的乌龟叫什么 在海里面的乌龟叫什么 海龟是不是 海龟 海龟 这个是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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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鱼 没有包一个 你看这个包饺子 嗯 在这包饺子 每个的尺寸都差不多 你包的比我们包的好 嗯 我皮质也干得明显 嗯 我们现在在做蛋料 我妈今天做这个饺子 我可以打十分 真的可以打十分 真的 没打也好 嗯 就是 水也好 这TV有紧倒 就是 作为一个四川人来说 我觉得那个做成这样 已经非常不错了 真的 要不要水 呦 你给大家打招呼吗 小水 小水 嗯 你看小耳朵 小耳朵 小耳朵 谢谢 笑一个 我给你 我给你 我现在正在剪片子 然后弟弟在我后面睡觉呢 现在已经剪好了一个 现在正在上船中 然后之后 马上打算剪第二个 所以说明天大家会看到两个片子 这样呢 大家还看今天的视频看得开心 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pex 就不熟了 ya 还 Patreon 再来 wir 优优独播剧场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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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